上9点广东队突传坏消息 渡风遗憾 球迷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民留球 我是小民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发动各位喜欢广东队的球迷 给小民的视频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还来说一下广东队的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目前CB的比赛 还有议论就要正式结束了 作为上次级的未满冠军 广东队他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在本赛季呢 再次夺冠 成就第二次四篮关的尾仪 作为杜峰的球队 本赛季可以说也是快难比较多 像老将朱鹏尼建连也是建连受伤 周瑞呢 也是受到伤病的快乐吧 可以说本赛季广东队快难非常多 在之前广东队是击败了新疆队 目前来说广东队排名联赛第五 也是占据了天时第一的人和 但是呢 在最近也是具知名的媒体暴动 CB的几乎赛呢 将不会在佛山 而是呢去南昌举行 可以说这个消息啊 对于广东来说确实一个会议消息 因为在佛山的话 广东队呢是在自己的家门口 去了他上之后呢 广东队这个优势呢就不复存在 这对于广东队来说 确实是一个会议消息 作为主角度风来说 他还是比较遗憾吧 因为目前来看 可以说喜欢广东队的球迷啊 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虽然说不在佛山前往南昌 但是呢作为广东队来说 也是希望能够打获每场比赛 尤其是到了机会赛中 能够争取呢一场一场打 一步一个脚印 也是希望广东队能够在百分之呢 再次的获得CB的总冠军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流球 下期待了